好 演艺圈的几位艺人包括张克凡 马国贤 陈维明等人呢 他们的感情特别好 还被人形容是浪子帮 不过他们在市民大道上的烧肉店里面大口抽烟 让其他桌的客人呢猛吸二手烟 遭人白眼 小钟今天他就出面了 他不但没道歉 还开玩笑的说 不是抽烟 是在吃山药 不过马国贤呢 却出来向大家道歉 张克凡 陈维明在烧肉店被拍下在室内吞云吐雾的画面 毫不在意旁人眼光 让一旁民众很反感 事隔一天 张克凡被问到抽烟问题 脸色很紧绷 见到镜头就闪 身为公众人物却做了最坏的示范 一同出游的小钟 出面还家 他可能是那个吧 吃那个山药吧 还是牛棒之类的 企图用玩笑化解 不过相对于张克凡的臭脸 同样推运吐雾的马国贤 倒是大方认错 清景上面可能比较放松一点 然后所以就在那边就抽烟了这样子 那在这边我可能就是也跟我们所有社会大众呢 就是感到抱歉 政府早就明定不能在室内抽烟 违规经检举可开罚2000元 只是公众人物应该更加警惕自己的一言一行 最近新闻 蔡博旭 林文婷 台北采访报道